有网友说我说爆米花的方式不对 那今天我给他做一下 按照网友的方法咱们试一下鲜花油 好,这个咱们放两包吧今天 多做一些 把火打开 那我们先搅拌油 好,油坏了,关火 再放糖 他说糖和油都是分开要放的 好,我们今天也试一试 接着把火打开 来,我们开始搅拌 哇塞,糖好多呀 糖要搅拌到什么时候 搅拌到融化为止吧 来,我们按照他说的 先尝试一下能不能做成功 看一下全部放进去 这样的方法好 还是这种分开的方法比较好 好,这开速度 大家要不要做好防烫的手套 什么的,面具什么的 要注意安全 好,糖感觉要化了 我们继续翻炒它 现在啊,感觉成泥了呢 糖要变成泥了 好,糖化好了 最后呢,就放玉米裂 好,我们放进去了 好,现在来没开火之前 咱们先搅拌搅拌 哇,吓我一跳 有水吗 怎么会突然崩了一下 温度可能有点高 哎 玉米怎么搅拌完之后 变成这个脸了 完了,来压压压压压 好,开火 好,咱们继续搅拌 这层玉米饼了 这还能成功吗 这是谁教的方法呀 怎么成玉米饼了 天呀 不行 我还得继续做 不能那么快粮食吗 做一半都不能不做了 好 继续挑战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搅拌啊 一直搅拌它 又苦 看到吗 苦这么大个包 要不好害怕呀 爆了 我听到爆开了 是爆了吗 我都不敢 我就不忍直视了 爆了爆了爆了 我锅盖呢 我先去找锅盖啊 哎呀妈 非常感激了啊 哇 好害怕呀 好害怕呀 不行 我里面需要翻炒一下呀 这怎么要不要 哎 我得炒一炒 炒一炒 哎呀妈 下手了 炒一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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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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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差不多了 关火 天呀 好害怕呀 这个方法好像有点鸡肋呀 看看 哇塞 哇塞 成功了 哎哎 哇塞 还挺好的爆的 天呀 这个方法也挺好的嘛 哎 你们说到底哪个方法好啊 铲子都爆了 这个方法也要吃了 那下方就在吃了 那下方就要吃了 那下方就要吃了 火花 那下方就要吃了 我可以吃了 那下方就要吃了